用镊子轻轻地加下绒条 注意两面一定要都是湿的 剪刀搭在小拇指上好操作 把绒条修剪平整 如果这部没做到位 会导致花瓣边边有很多毛刺 二次修剪耽误时间 每修剪一步擦下手 之所以在这里就修剪是因为 如果凹好造型再等绒条干透就不好操作了 当然造型简单的话就不受影响 尽量别用手碰到蚕丝 剪个小角拉姆达 再用镊子过一遍绒条 轻轻地弯出弧度慢慢来 这样就可以了 借助木簪或者一次性圆筷子凹出造型 动作轻柔 做好后放一旁晾干 等完全干透了 花瓣变得比较坚硬 二次修剪 这一步如果觉得费时间可以选择不做 好 黄瓣变得比较坚硬 干净 好的 花瓣就这样完成了 所有的花瓣都一样操作 花蕊用手掰出造型 取一根0.3毫米宝色桶丝 把桶丝一端穿过中间的孔 简单把桶丝女的滑花 在花蕊里面涂一圈B700 白乳浇不行哦 粘上芥面 芥面边边也可以涂点浇水 放一旁等全年和牢固 开始传花啦 绑两圈拉紧再做下一步 第一层小花瓣共5片放4片也可以 左手注意晕要捏紧铜丝 每绑下一片花瓣前都要拉紧下线 画瓣根部要在同一水平线上 顺着榜榜花瓣是一片压着一片有规律的 这个花瓣比较坚硬可以用手轻轻调整 第二层花瓣一共6片也是一样操作 注意绑的过程中拉紧线 您好投资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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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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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